大家好,我是白石木玩堂大叔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台2019款吉普木玩人JL Sport运动版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20一句款 Jeep Wrangler Sport木马人两门运动版 加上一个小改装 木马人的产品线非常简单 运动版沙哈拉还有卢比肯 其中运动版在国外是非常受欢迎的 因为它在同样的构架 同样的引擎的情况下最少的配置 那在改装的时候就不用丢掉那么多好的原厂的配件了 另外大家喜欢运动版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忠于吉普的这种简简单单的感觉 那你是那种喜欢手排档 手摇窗的软顶的这种铁杆吉普名 运动版你肯定会喜欢的 当然配置少一点 价位也会低一点 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把更多钱留在改装上面 所以在北美木马人车主 他们很多都会选择运动版 然后去爆改 这是一个非常原汁原味的玩法 两门的木马人是一个四座的小SUV 当然比起四门它空间少一点 但是因为两门的轴距比较短 所以在同样改装的情况下 它越野的时候多数情况是占便宜的 只有一种情况就是爬大斜坡 可能它就是太方了 容易翻滚 但是除此之外 这个短轴距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大家看着这台车 可能很快发现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好像不是原装车 但又有点像原装车 所以第一点 唐大叔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这一台车其实是换了一套JL卢比肯的33寸轮胎 不然标准的运动版轮胎大概30寸多一点 那唐大叔等会儿再跟大家细说这块改装的东西 首先运动版标配非常简单的 当然是手动挡手摇窗软顶 这一台车唐大叔认为选配的是非常不错的 从外观上第一个就是升级了硬顶 在这个软硬顶的选择上特别要说一下 如果大家从头到尾一直会开这个软顶 那你就选软顶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中途想说我想要硬顶 再去原厂配会是非常非常的贵 比这个买车的时候要贵很多的 这一点要特别值得注意 两门默然其实是很让人爱不释手的 因为它和四门版的驾驶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这台车选配了自动挡 这个8速的变速箱非常的给力 所以两门版开起来真的有这种运动的这种感觉 加速转向操控都是非常有feel的一个驾驶体验 外面咱们看的差不多了 现在往里面走 运动版标配的是一个5寸荧幕的 不然的话升级到最大7寸的Uconnect系统 然后可以兼容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所以可以连了手机之后用导航功能打电话 还有发短信这些东西 特别是听歌也会特别方便 而且用CarPlay听歌音效会特别好一点 因为它是通过连线使用的 运动版是选不了皮椅的 但是新款木马人这个布椅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如果喜欢 当然你可以去副厂改皮椅或者是弄一些椅套 这种玩法都非常丰富的 再来如果你喜欢听歌的话 可以把这个6个喇叭升级到9个喇叭 后面带一个低音炮 同样因为这个车轴距比较短 那低音炮离你比较近一点 把这个顶都打开的时候 音乐听起来也是很有感觉的 刚刚提过了 两门的木马人是一个四座的 所以后排只能坐两个人 如果你只是一两个人平时在这个车上 我都建议你整个把后面的座位就拿掉了 那这样子后面的空间就一下子多了很多了 同时也是除了好兄弟或者女朋友之外 不让其他人蹭车的一个好办法 内饰的风格 然后唐大叔自己本人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非常有木马人这种简单 大家知道改款之后多了很多选项 这个新款木马人基本上属于最好的SUV之一了 说到最好玩最酷 包括这个动力和油耗 新款木马人都不输给别的SUV了 那当然今天的重点是这台车这么一种玩法 那如果你是选了这个两门或者四门的运动版 你可以去上网试试找 英文我们叫takeoff 也就是说如果别人有沙哈拉或者卢宾肯买回来直接去改装 很多人都会把它原厂的这一套五个全尺寸大小的轮胎轮骨拿出来卖的 那如果你可以逃到一套33寸的KO2这一套如果逃过来的话会非常的不错 同时呢新款木马人这个挡凝板都会高一点 也就是这个33寸的轮胎呢你直接放上去用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什么其他的改装 那当然记得改完之后呢去重新做一个四轮定位 那基本上呢这么用就可以了 轴笔啊什么都不需要去考虑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一个2019款全新木马人的两门运动版 连带了一些非常推荐的配置 如果你是一个开车新手不会手牌呢 那可以按照这样来配 选一个硬顶 选一个空调AC 选一个自动挡 然后呢想办法上网淘一套takeoff的沙哈拉或者卢宾肯的轮胎轮骨 那就可以欢乐的去玩耍了 如果还没订阅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呢就不要给我差评了 下面留言 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 跟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呢当然了 如果你住在温哥华或者温哥华附近呢 可以找汤大树来买吉普 支持下业务啊 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还是 好吧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玩汤大树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